不用一句台词 就塑造出了最突破传统的猪八戒 周星驰到底有多会捧人 拍摄西游祥摩天时 最令星夜发愁的 莫过于朱刚烈这个角色 变身前帅气逼人 可迷倒万千少女 变身后丑陋无比 可吓死无数撞海 丑陋无比的猪腰扮相倒是无所谓 可依靠化妆和特效完成 可这个帅气逼人却不好找 最关键的 还要能驾驭油头粉面的造型 周星驰在全球进行了演员海选 可直到电影开机后两个月 星爷依旧未能找到 能让他满意的演员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忽然看到了 正在吃火锅的陈炳强 彼时的陈炳强吃得油光满面 顿时就让星爷心头一动 这不就是他剧本中的猪刚烈吗 正巧陈炳强曾向周星驰推荐过自己 他说他其实一直都想当演员 此前也跑过龙套 希望周星驰能给他一个机会 周星驰也是跑龙套出身 非常理解龙套演员 想要出头的补义 因此他那时就答应了陈炳强 可惜一直未能兑现诺言 此时一看陈炳强的形象 只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于是周星驰当即拍板 将朱刚烈的角色给了陈炳强 而且还不无感慨地表示 是上天送了一个小强到他的身边 众所周知 周星驰对小强是有感情基础的 周星驰如陈炳强所变 给了他一个出演重要角色的机会 而陈炳强也帮周星驰解了燃眉之计 不过真正的挑战才真正开始 陈炳强没有想到 走红的机会竟然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虽然他是梦想着当一个演员 但一上来就让他与舒起 唐一新等 知名演员搭戏 他还是不由地感觉心里没底 毕竟他之前可是连露脸的机会都没有 万一紧张说不好台词 岂不是要直接断送自己的演迷生涯 谁知周星驰却告诉他 完全不用担心台词的问题 因为这个角色压根就没有台词 他只需要时刻保持微笑就好 陈炳强一听这话顿时放心了 当了这么长时间注意 别的不说 微笑他可最在行啊 然而真正上场时 他才发现时刻保持微笑并不容易 在和舒奇的打戏中 他的半边脸都被打肿了 人一旦吃痛 本能的就会有各种痛苦反应 但为了保持朱刚烈的形象 周星驰要求他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依旧要面带微笑 陈炳强为此恩惧了十几年 到最后下场时 他的脸已经不能看了 不过陈炳强对此并无怨言 他觉得通过这个角色 周星驰教会了他很多 很多人都说周星驰脾气暴躁 在片场骂人 但陈炳强却表示 星爷其实非常耐心 即便他平平恩惧 星爷也没有骂过他 反而还会亲自示范 教他怎样进行表演 电影上映后 朱刚烈这个 突破以往传统形象的 猪八戒形象 成了讨论度最高的角色之一 陈炳强也随之一泡而活 随后参演了 《青世黄飞》 《陆珍传奇》 《灵魂百度2》 《海上木云记》 等一系列热播剧 陈炳强一直对周星驰充满感激 只希望自己能走得更远一些 也算不辜负周星驰的提携之恩 与陈炳强命运相似的 还有农村大妈张美勒 如果不是周星驰选她 做了荒原大美 或许到现在 她还只是个 每天150元的群演大妈 若说西游祥魔片的最大赢家 一定非张美勒莫属 当初周星驰在横店群演中发布消息 要找几个大妈级别的演员 长得不丑的不要 张美勒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提这种条件的导演 当下就来了精神 凭借着过硬的颜值条件 以及说话自带笑点的天赋 她在面试现场 就将周星驰斗得前仰后 就这样顺利地成为了 荒原似美的带头大姐 她没有什么文化 不懂表演的专业知识 虽然跑过龙套 但也没露脸讲台词的机会 表演经验几乎为零 起初表演并不顺利 她一度以为自己会被辞退 可没想到周星驰非但没有辞退她 还引导她自由发挥 她与空虚公子的神对话 就这样产生了 影片上映后 她和陈炳强一样一炮而红 但相比于陈炳强 张美娥的经历显得更为传奇一些 因此她也有了更多上电视 做访问的机会 出于对她的喜爱 周星驰在拍摄《美人于十》 再次给她留了角色 而张美娥也不负所望 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曾经的她一天只能赚150块 可在与周星驰合作了两次后 她顿时身价猛涨 名下已经有了两套房产 对于周星驰的提醒 她也同样充满感激 曾表示只要周星驰需要 她会立刻放下一切 赶到周星驰的片场 不要工钱也可以 能让配角和群演都如此出彩 大概也只有周星驰能做到